呵呵 大家好 我是阿里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三个消息 隔壁明朝热度飙升 又一二游黑马来了 元神流水被追赶 明朝警追赛后 龙凤双女角色压力来了 元神 4.7最高可获96抽 三位新女无星太香了 超三百天会复刻角色盘点 全女无蓝 深鹤龙登第一 元神 六月卡石大乱斗来了 隔壁新游三位高原子女角色 连发泰里一谱 众所周知 元神封单4.7卡石的新无星角色 克罗琳德已经登场 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都已经抽到了呢 除了4.7卡石新角色的登场外 随神弗林奈也即将复刻 而4.8卡石的新无星角色 艾梅丽艾的例会已经公布 玩家们也是期待满满 从封单4.0版本开始 到4.8版本 之前官方发布的序曲PV中 就有封单11进的角色形象 以及角色的名字和CV等相关消息 除了4.8卡石空降的新无星角色 艾梅丽艾外 基本上都有 而封单11进的PV是在2023.7.3日发布的 这么看的话 官方公布那塔的8进图 时间应该也快了 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 而说起封单版本的全角色 目前封单版本的五星女角色一共有8位 分别是 随神弗宁娜 纳维亚 咸云 千枝 仆人 克罗琳德 希格文 艾梅丽艾 其中有无为都是戴帽子样子 下图则是不戴帽子的克罗琳德 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 至于原神4.7卡池当期流水和隔壁新游明朝1.0下半新角色引领的对比图也终于来了 废话不多说 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 外观上一个是美玉姐 一个是玉姐 流水方面原神略高一筹 不过在PV热度方面 明朝PV的数据是原神PV的两倍不值 所以说大家怎么看呢 原神封单4.7版本的克罗琳德已经登场 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都已经错到了呢 而在后续的卡池中 希格文 水神弗宁娜 艾梅丽艾等角色也会陆续登场 新角色还是比较多的 对于平民玩家而言 原神就显得有点不够用了 随着4.7新角色的登场 卡池流水也是很多小伙伴们比较关心的 就当期卡池的流水情况来看 虽然不错 但是不至于登顶 甚至被炼宇深空给超越 就连隔壁的新游明朝也达到了11的排名 不过同样的 卡池流水的数据也在下降 真正说起来还得看原神4.7下半卡池 和明朝1.1卡池的流水比拼了 原神4.7下半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是希格文 随身符宁娜 明朝1.1卡池的两位角色则是惊喜 常理除此之外 隔壁奔铁2.3卡池的流营 也会在6月下选左右登场 只能说卡池流水竞争 还是比较激烈的 而最近隔壁明朝的风平节奏 也是两极反转 虽然因为文案 优化等问题 以及最近日服出现的事件外 不过随着卡池的开放 风平也是迅速反转 日服的流水也是一波登顶 总的来说 随着隔壁新游的上限 又是二次元大世界游戏 但来说还是有点影响的 流水方面 估计后续又是一番龙真虎斗了 原神风担4.7卡池已经来了 新五星角色克洛灵德也已经登场 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都已经抽到了呢 而除了克洛灵德外 下半卡池还会有新五星角色西格文 以及水神弗宁娜也会复刻 三位女角色急爆卡池还是比较香的 说起卡池角色的抽取 自然是少不了原石的支撑 本期则是和各位旅行者们 一起来聊聊4.7版本 可获原石奖励的多少了 废话不多说 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哈 下图是4.7上半原石统计的情况 其中林克玩家最高可获64抽 小月卡玩家最高可获88抽 大小月卡玩家则是可获96抽 而有关于后续4.8卡时新角色的 立会官方也已经公布 新五星是草系角色叫艾莉莉埃 角色立会整体的设计看上去 也是非常不错的 目前来看的话 应该也是封单版本的 最后一个新五星角色了 至于4.8卡时复刻的角色安排 具体还得看官方后续公布的消息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截止到4.7版本 除了已经复刻的艾尔海森外 超过300天没复刻的角色 也只剩下女五星了 分别有森鹤 尼鹿 甘雨 就连星海 依然都有接近300天没复刻 尤其是森鹤 已经400多天没复刻 直接排在第一 随着原神封单4.7卡时的到来 五星角色克洛琳德 艾尔海森也终于登场 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都已经做到了呢 不仅如此 水神弗宁奈也会在4.7下半卡时 迎来首次复刻 新五星角色西格文 则是在6月下旬登场 而在6月份 除了原神封单4.7卡时西格文的登场外 隔壁星穷铁道 2.3上半卡时的流营 也会和大家见面 其中流营作为新铁中高人气的角色 还没上线就受到玩家们的喜爱 就目前流营的人气来看 6月流营卡时的流水数据不会差 至于她的水神弗宁奈对比 数高数低还得看上线后的实际流水情况了 不仅如此 隔壁星游明朝的上线 也是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 估计很多旅行者们也都去体验过了吧 虽然明朝开局的五星角色是灵阳 戒岩等角色 攻测时候的节奏也非常的多 不过随着1.0下半卡时迎宁的上线 突然发现是真香 什么叫做肤白貌美大长腿 颜值身材直接让一众玩家只呼真香 明朝后续1.1版本公布的两位新五星角色金西 长泥的实际动画被放了出来 特效直接拉满 不得不说还是非常不错的 其中金西预计登场的时间应该是6月下旬左右 不过具体还得以官方公布的消息为准 总的来说 6月基本上可以说是卡时大乱斗了 刘盈 希格文 金西等角色起登场 不知道谁更胜一筹了 终上所述 无论是原神还是崩坏星穹铁道 明朝都将在近期带来许多精彩的内容和活动 让我们一起期待并参与其中 如果你对这些游戏的最新情报感兴趣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及时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消息和资讯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